大家有這個大題目 就是用Big Bang Jazz 編曲為了I的專輯 今次在12月中會有一個Online Show 會否也會呈現這件事 是這個非常想呈現的東西 本身是3月中已經要呈現的 又多些時間籌備 但因為疫情未退 其實也有一個要調整 本身我們真的希望 Patrick幫我們聯合的日本樂壽 可以飛到香港 儘管不是全隊13個人 但可能飛他們某幾個部分 但也很抱歉現在還未能夠做到這件事 但因為Patrick在香港在香港穿試街 可以聯合到13位朋友 就在他這個Patrick雷的Big Bang下面去幫忙 你們的造型會是怎樣 一般標準的Big Bang Jazz 就是穿了特色 或者禮服 還是你們會用你們的造型 但可能樂手都是這麼隨便的 不是連我們都打算是隨便的 是嗎 是嗎 實不相瞞是因為 我以為他特地可以有機會整理一下 打扮一下 其實現在的Big Bang是五花八門 年輕了很多 所以打扮仍然禮服 都沒有所謂 是禮服式的形容 但是這些隨便的東西都有 有些T恤穿著 好像太陽計劃一樣上台 剪一下袖 那是你說的 拼命貼貼 除了在這張矮碟的九首歌之外 可能Rubberband的其他歌 都要有一個新的Big Bang Jazz的編曲 是嗎 我們說回我們的show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的設計 就是我們的show 因為配合新的碟發佈 我們是想把我們全的碟 我想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就是Live一次畫一次給觀眾看 還有現場有這個Horn Session 這是很重要的 你說有沒有一些舊歌會放下去呢 其實我們暫時就 我們有想過 但這就不是我們最主要要做的事 因為我們都想 觀眾或者聽眾朋友 專注於我們新的碟 其實我們有很多時間 在Big Bang的部分編曲 其實那個show 其實都不是一個fullshow 不是fullshow 我想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一個小時內唱 暫時是安排 就是量好唱歌和歌 如果有空間 可能唱多一兩首 你要Patrick 要預備 要編排 所以就看他 看你 看他的空間 就是看他 看他的空間 I專輯繼孤島人之後 其實剛才六號有說 很多歌都排了 只剩下兩首 一首是潮著大海 就是去年的廣告歌 其實都聽過 最後一首叫做練習說再見 把這首歌放在整隻碟裡的最後一首 這首也是浪漫的 是否也希望藉著用Big Bang Jazz 去呈現這種浪漫化 也放到最後是一個很好的句號 浪漫 我收到這首歌的旋律和寫詞 浪漫這個字可能是沒有充程度的浪漫 但我感覺到一種感傷 多些 誒 誒 誒 訪問一下 為何會寫這個歌詞 不是這個曲 曲嗎 曲是沒有的 沒有的 為何的 沒有一下 都是懵著懵著寫出來 做人就是這樣 反而才有好東西 其實因為歌曲是 所以那一段時間 其實真的會想很多 這兩年也是 可能阿麗身邊 我們有很多人想移民 真的假裝移民 這個問題也不能迴避 這個是促使歌詞去寫的東西 不同人有不同的階段 譬如自己經歷親人離開 幸好我寫的時候 其實還未真的離開 但其實很多這些 要面對別離 面對分離的東西 其實都幾營耀在大家的心裏 因為我寫詞的時候 也是 於是 本來是想叫Hello Goodbye 就是頭兩個歌詞 就是這樣 我們人就是這樣 可能Hello了 下一秒鐘 就要跟你說Goodbye 就算是實際上死亡的Goodbye 或者是一期一回 都有很多這樣的機遇 於是就有這首歌 剛才提到為何放在最尾 這個都是刻意的 真心 用很多很繽紛的 很力量的歌 就像一個煙花放完 還有少許余韻 還未散 我們五位都覺得 用這首歌放在最尾 挺好 還有歌名很有趣 有一次去台灣旅行 買了一本雜誌 叫做練習 有一個series 剛才那一期就叫說再見 這份歌詞 其實自己寫完之後 問太太 Tim 叫這個名字好不好 練習說再見 其實也挺有feel 於是就用了這個歌名 每次做唱片 就是記載著 那一年多兩年身邊發生的事情 自己的食事 自己的家裏有很多事情發生 所以每次聽的感覺會浮出來 老實說我漫長 我不是很喜歡聽的 因為漫長是我剛剛 撕死的時候我媽媽入院 正正一年前這些時間 我是很辛苦的 但的確音樂就是 或者怎樣幫你 去抒解一些情緒 或者去記載當時的心情 我自己覺得這張唱片 是出來做事 其中一個最個人的唱片 我和你會轉乾燥 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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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年